歡迎收看海外賽事攻略 來到皇家阿士谷賽期第三天 最重要的大賽當然是阿士谷禁貝 這個賽事很經典地位都很崇高 因為整個賽期一級賽大長途只有這一場 以往很多大賽的列馬斯肥 惡伯仁成績都很好 不過去年不是惡伯仁贏 都是高士德家族 他贏得到 那隻狀膽式去贏 包括贏的好勝區 但去年乘地都是比較正常的 真章是去年退出 暫時我們都還看見真章的名字 看看賽日看不見到他 這場超長途的一級賽 也可以這麼說 最好的大長途馬都在那裡 看看花樂誰家 亞士谷禁貝賽日除了看這場之外 很多香港馬主持都很留意這天的賽事 為什麼呢 因為有大筆尼金要居行 有漢普頓攻金要居行 賣打比賣也在這裡選 賣一里王也在這裡選 長途一里都在那裡 安排跟耳王一樣 第四場賽事就是主題賽事 亞士谷禁貝跑了一個接近4000米的途徑 大筆尼錦錶是接近的 大家在四五場黏著跑一場千毒 第六場賽事就是漢普頓攻錦錶 跑了接近2000米的賽事 到尾場就是白金漢公錦錶 跑七花洞1400米 留意S3第三天 漢普頓攻錦錶 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帳王 時時精彩都在這裡出來 亞士谷禁貝 今集主題是聊天賽事 大長度賽事 怎麼跑呢 亞士谷馬場 這場是非常露遙之馬力的 是 跑道形勢 又看看哪裏起步 亞士谷禁貝 都跑到4000米左右 你也知道 都沒用完 再長一點也有的 在那條大直路上起步 都用了整個馬場 但往事是難得一放到底 你要捱到尾 守著好位置就見得多 你要領放大頭 到4000米都贏了 就比較難 應該是主觀主義 近年那隻最厲害的 一直斷斷都有 好了,看看今屆 雅士谷金杯的參戰馬名單 最受祝福的是耀士大人 前年這項賽事是冠軍 今年兩戰全勝 貴格宜 去年跑女王平賽贏了 今年就進攻雅士谷金杯 攻守有道也是 去年贏了童馬洋賽 今年升跑雅士谷金杯 如你盡修 上季尾也贏了英國冠軍長途杯 擊敗姚舌達人 試過貼心威廉 近方都是很好的馬 好勝區 上屆這項賽事也跑得好 都一枝獨秀 可以說 因為是十多元的熱門 海外的參賽馬賠率 三毛馬的姚舌達人 1.8倍 他現在抽過八檔起步 但熱得很重要 但攻守有道 就跟貴格宜的賠率拍住 貴格宜要考驗下場 攻守有道熱 我覺得都很合理 但再甩開 其月如理晉修是十一倍 另外號勝區是十三倍 貼心威廉是十五倍 詩哥班都是十五倍 因為很多都是姚舌達人的 提下擺帳 對過 所以焦點都是落在他 大隻白今季復出 兩場都贏了 看片段 之前擔守上櫃尾 就輸過給魚利晉修 但今季是否能保持呢 復出兩場 這一場是三級賽 李奧柏的2800米 這些應該要贏吧 對手也不是很強 他算是有餘未盡的 出了頭都是順著順著走 對 都是一個兩場 我自己覺得很好的 練習來的 你看他的姿態 至少是步步都仍是抱著有 不是說贏得很紛 或者看著你要贏得很辛苦 都不是的 因為兩場都挨近 2800米的徒程 反途都有餘未盡 當然去年年尾 冠軍長途杯 你是僅僅被魚利晉修趕過 那隻帶點均速一點 小小姚士達人 可能都是跟著他後面去過 的確以計實力來說 在這一組 我覺得他真的都是坐以望一的馬 其實2022年那一屆 那一年他很厲害 他六連勝橫掃 他將延樂器砌低了 擺明當時上了位是大長途王 但是接著又傷了 好了傷了也要休息了 希望現在能夠健康 你看今季出來兩場 贏上來雖然對手不強 但他自己贏的姿態是輕鬆的 有說服力的 只要提下拜章 有些都跑過 所屬面 好勝區 真章 好勝區是上級亞軍 不過一跑一級賽 經常都說差點差點 今季初途去杜拜 杜拜 不知道地化一隻 是一般 大家 薩加羅錦表 都是雅士谷馬場 衛免 類似預賽 真章 貼心威連 施哥斑 都是這堆 說真的 如果你說 雅士谷馬場 他本身是很準的 除了冠軍長途杯 那場滑鐵路 其餘都在那裡 雅士谷馬場 這一場 貼心威連 都很厲害 終點前力量 又輪到施哥斑上來 但是好勝區一路都頂住 鬥手很好 一路都登行 頸在那裡力抗對手 雖然你說杜拜 是不是那個場地 會不會乾快一點 不適合跑 還是很早收 這個也都有一些兩體 但是如果 你計算他之前 在倫士谷馬場 都是一些正常場地 可能是雅士谷馬場 都算是跑得好的 看看今國雅士谷賽奇 可能那個場地 都比較正常一點 這個賽奇 他都表現不錯 之前雅士谷馬場 還沒勝利的時候 跟著雅士谷金杯 上屆都跑得容易 今屆的情況 怎樣 賽前怎樣 都跟雅士谷馬場 做一個訪問 聽聽怎麼說 Coltrane 昨年很近 Coltrane 昨年2位 Coltrane 他前幾年 他贏了 Ascott 過程度 距離 他第二位 在競爭 他二次贏了 Cigara 他是真正的 專家專家 那是幫助 我認為他會愛 走路和距離 他會在混合 他不會太多 但他仍然是聰明 他仍然是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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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跑得好 但經常一級賽 都差點差點 但我們看那些 大長途賽 或者跳籃賽 整個感覺上 年紀越大 硬力好些 經驗老到些 成績好些 雅士哥金杯 有個數據 七歲 或者以上的三賽馬 成績 是否真的好些 還是差些 不好意思 不是很好 幻哥 看回去年 童子偵探 波爾明 這些七歲馬 全部都不入前四名 童子偵探 應該是最好的一部分 第五 元樂器那屆 八歲之靈 跑過 上名 他已經是最厲害 因為 再之前你元樂器 小一歲 就第四 七歲的那一年 所以元樂器 已經比較好些 今屆七歲馬 好勝驅 強敵 這些是七歲馬 再看八歲馬 鎮章 好像這些會不會下風些 我記得最厲害 都是私人作家 五、六、七、八歲 各爺一次 什麼年紀都是他 但今屆 希望那些 年紀大的爭氣 不過有些賽事片段 都是看年輕小隻馬 譬如貼心威廉 這些馬近期演出都很準成 看看會不會上到來 這些頂級一線長途賽 剛剛看薩家羅錦標 他先走 然後施哥斑 蓋過他 這一場就調轉了 這場貼心威廉 很明顯的 跑完一場之後 那個關注力是強了一些 一路就他 釣著施哥斑 去到末端 拿出來看空 他就蓋贏施哥斑 因為施哥斑 都挺硬正的 如果他跑長途的表現 當然 真章有點落了 沒辦法 兩隻馬五都扔掉真章 可想而知 其實真章的戰鬥力 都好像下滑 都挺重要的 我想林地也未必 好像以往的真章 所以都要留意 開跑那一天 真章究竟在哪個出賽名單之內 但是說到貼心威廉 現在希福蓮繼續跑開 還有在瓦士谷馬場 他自己都有三次的作賽經驗 雖然未贏 但是三次都算上到名 當然今次不同之處 之前那些是普通二、三級賽 今次是一級賽 還有一隊陣營 都可以留意 莫威利 大家知道瓦士谷的大賽套 讓賽他厲害 瓦士谷金杯 他未贏過 今屆是攻守有道 自己壯膽式入傷了 所以同主貴格儀要代表上陣 看看還有黑棍金杯 對 攻守有道 一直擺在前面 旁邊的遠飛飆槍 後面是貴格儀 遠飛飆槍幾個戰部 壓過了攻守有道 叫他一直都頂著 但後面貴格儀 好像騎來騎去 好像都不是說很有威脅 給到攻守有道 當然他以前都試過 是一些跳籃馬 攻守有道 但是在路程方面 他都是最盡 暫時計算到 三千二、三千三 就是說再跑多 接近八百米的徒程 會不會都是姚士達人 根據多些 姚士達人始終跑兩次 都是四千 是全勝的 一來一回 因為姚士達人 現在都不是說戰無不勝 最近都輸過 但攻守有道 因為去年這個賽期 他贏過 之後去了盟爾本杯跑 一般 那天沿途的報速 各方面的形勢 都不太遷就他 回來 這次用簡國能 因為簡國能 之前在愛爾蘭贏過這個馬 所以這些眼光 看看會不會提升那個名字 反而貴格儀 大家好像擔心氣量 還是年輕一點 是的 會不會他的氣量 暫時到二千八 又會比較好些 現在還要再上多 那麼多的路程 就是少少擔心他的路程 雖然這次都到進城繼續跑 是的 剛才你說姚士達人是輸過的 輸給哪一隻 英國冠軍長途 輸給哪隻 魚利盡修 但是那隻馬 復出在杜拜 都跑得不錯 不跑得不錯 跑來三 入到直路 英公塔堡在外面 一蓋就蓋上來 所以回到第三 都有點問水 不過幸好他兩個場地 乾塊地 或者上季未見到大閒地 他都可以 不說受著一邊場地限制 還有今次 亞帕奔又沒有馬跑 所以給布爾賀 因為始終是藍營主帥 會加強配搭 好 雅士的金杯 出馬其實不多 又選擇初選 我選擇 魚利盡修 始終去年都贏過姚士達人 杜拜也跑得不錯 今次用到布爾賀 看看可不可以再贏 多次姚士達人 看姚士達人可不可以反才回來 越來越盡修 始終今季在外爾蘭 復出之後 找兩場的Light Up Race 兩場2千8 都回到來不錯 又有餘敬 回到來不是散 或者贏得很辛苦 我覺得馬刀今季準備好 而且4千米這些路程 他都有經驗 始終路程的根據 我覺得比較安心 因為實力強的姚士達人 但是攻守有道 今次用選擇國籃 我都喜歡配搭 因為始終是愛爾蘭祖 還有希望臨場的場地 因為到時會不會有少許乳粉 有少許乳粉幫助這些馬 就算是乾塊地 上季在亞士谷賽期也跑得好 希望自己再上步一些 照過這些日子跳過籃 氣量都不擔心 亞士谷金杯賽馬會播出七場賽事 頭場亦都是 九點半鐘開跑 今集談到這裏 下一集同樣時間便會談 英聯邦杯